纽约州西点军校附近的训练场地 今天早上发生车祸 一架装甲车在行驶的期间翻侧 造成一名的学员死亡 21人受伤 当中包括两名的士兵 意外发生在今早6点45分左右 军校人员表示 出世的武盾重装甲车 正在崎岖的地势上行驶 学员正在Camp Natural Bridge 场地接受高强度的训练 当中包括学习战斗技术 这是学员例行训练的一部分 事件中的一名学员在抢救后证实不治 另外21人就没有生命危险 主要是面部擦伤和手臂断裂 事件发生后 大批的州警员到现场提供援助和调查 当局目前未公布事故的主因 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很遗憾听到这中牵涉到我们西点军校 优秀学员的可怕的意外 我们为死难者治安和伤者祷告 州长库默一发声明表示 对于今早发生的惨剧感到悲痛 这些勇敢的学员和士兵 象征着纽约州和我们国家最好的一面 他们选择服务国家和保护我们的自由 我们对于他们的勇气充满感激之情 州众议院一个关键委员会在昨天 通过名为绿灯的法案 容许无证移民领取驾驶执照 法案预料在下星期 将会在众议院全体投票中表决 皇后区众议员克鲁兹表示 事实上法案将会为纽约州带来经济的效益 因为我们的库房将会有更多的资金 而我们亦会有更安全的街道 所有有合法执照的人都会接受驾驶考试 不过在州参议院方面就站位表态 有来自于长岛和上周较保守地区的民主党议员表示 他们不清楚是否会支持法案 长岛的州参议员卡明斯基表示 执法部门已经提过有关如何使用驾驶执照的安全隐忧 他们就这个问题严格的审视 因此暂时未有定案 至于州参议院的共和党员 就召开记者会谴责法案 参议院小数党领袖弗拉娜更表示 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而我们亦尊重这些法律 法律就是一个关键词 然而有些人因为我们使用非法一词 来形容那些移民而感到不舒服 但那些人确实是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土 令这件事变得更复杂的是 有一些上周县市的政府职员已表明 及时法案通过亦不会履行 在2007年 时任州长斯皮策 打算实施相同的政策时 亦遇到相同的问题 皇后区昨天发生一中枪击案 两名在寓所内的老妇 遭到子弹插中受伤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涉案的疑犯在警员到场前就已经逃走 现阶段未有了被捕 事发地点是在皇后区Lowerton 136大道 接近220 Press的移动房屋外 有人疑似因为发生纠纷而开枪 一犯连开几枪 其中几发的子弹射进老妇的屋内 两名分别为82岁和74岁的老妇 当时在厨房内 他们分别右边的肩膀和左前辈受伤 或送往亚马加医院接受治疗 预料会康复 根据现场录影的影片显示 昭示的房屋至少有一个窗户完全破裂 据消息人士透露 警方在现场找到了7颗子弹弹壳 现阶段暂时为之伤者和疑犯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或是什么的原因 枪击案发生在他们的房屋外 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有相关的资讯 请致电扑灭罪行热线 1-800-577-8477 布朗市街头昨天下午发生一宗枪击案 一名7岁的男童遭子弹插伤腿部 男童宋月时情况稳定 警方现证通缉涉案的疑犯 事发地点是在Modeheaven 东137街加Streams Avenue交界 案发时男童和其祖母在街上闲晃 市警察局表示 涉案疑犯是一名蜥蜴男子 他身穿深色的脸帽卫衣和长运动裤 当局相信疑犯当时手持左轮手枪 对着公屋Millbrook Houses的路口连开几枪 其后立即逃到位于东138街 加Cypress Avenue的6号线地铁站 除了受伤的男童外 事发时亦有两名人士站在公屋大楼外 他们没有中枪 警方现证确认他们的身份 当局呼吁任何人如果有相关的资讯 请致电扑面罪行热线 1800-577-8477 市长办公室昨天宣布 市交通局局长斯腾伯格将辞去大都会监狱局董事一职 市长白思豪已提名 前市长劳工关系办公室主任林恩接任 斯腾伯格于周一递交辞呈 他在声明中表示 待州参议院确认一位能够确保纽约市维持董事局 由四名委员的接替人选后将会正式离职 他表示感谢市长白思豪给他机会 服务过百万名的乘客 他期待日后将会继续与市交通局局长的身份 和监狱局以及监狱局主席费一合作 监狱局董事会一共有17位投票董事 他们负责监狱局的财务和政策的决定 例如是大型的建筑的项目的合约和票价提升等 斯腾伯格作为一个交通的专家 被很多人视为是董事局的理性的声音 他同时一是在以白人和男性为主的董事局中 含有的女性成员 他一是其中一位董事局的成员 就监狱局具有争议性的提升地铁站的计划提出质疑 认为当局将美化地铁站 置于被残疾人士提供无障碍的设施之上 有监狱局的维权组织表示 斯腾伯格为乘客发声 关注他们的权益 因此无疑会怀念他 斯腾伯格的任期原定于2023年的6月底届满 不过他在短短两行的辞职信中 并没有列明辞职的原因 市长白思豪的白宫之路 终于获得第一个组织支持 纽约酒店和汽车旅馆贸易公会对他表示认可 白思豪于昨天下午在西44街工会总部和工会主席 沃德一起举行集会 工会正式表示对他支持 沃德向群众表示 白思豪采取的所有的措施 反击AB&B 并继续的采取行动 这就是朋友所做的事情 早前白思豪政府要求AB&B交出租户的名单 以打击非法租赁 并且成立特别的执法办公室进行调查 对于酒店的行业来说 AB&B是他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在工会宣布支持白思豪后 AB&B拒绝对此做出回应 沃德表示 因为市长制定的公平程序 让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间 改变室内的规划 以确保在这里经营的酒店 不仅只追求利益 也同时顾及社区 白思豪在集会后对记者表示 正考虑扩大全市酒店牌照的程序 以加强对社区的服务 沃德对此声称 工会的支持 不会影响市政府的政策的制定 工会发言人指出 以计划部署其成员 在早期投票中为白思豪招式 纽约市酒店贸易工会 一共有4万名成员 当中大多数是女性和少数族裔 该工会是全国酒店贸易工会的分支 不过全国的工会就没有对白思豪表示支持